臺灣蜻蜓競速時尚第一位 前進奧運的賴冠傑 在男子一千公尺 單人C挺預賽中分組排名第四 成績無法直接進入準決賽 需要從八強賽滑起 而八強賽雖然滑近四分鐘內 卻一排名第四 無緣決賽 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吧 就自己也沒有發揮到很好 對 就有點緊張 但是期待下一屆之後的表現這樣 二十七歲的賴冠傑 蜻蜓路並非一帆豐盛 原本主公蜻蜓短距離 在亞運奧運接連取消項目之後 之後轉戰一千公尺的單人滑艇 而經歷超過三年的陣痛期 終於在去年杭州亞運 上演大逆轉奪金 在今年亞洲區奧運資格賽 奪下銀牌 取得巴黎奧運的參賽門票 終於能和世界好手比拚 賴冠傑臉上藏不住的開心 一路走來的艱刑 賴冠傑靠著與乙氏母親之間的約定 立志成為最優秀的運動員 而他至今仍會傳來給母親 分享生活及參加重要賽事 盼在天上的母親能保佑一切順利 放棄 對 就也有可能會差那一步 就是放棄了 就什麼都沒有 賴冠傑完成和媽媽滑進奧運的約定 即便最後無緣進軍決賽 卻也替台灣蜻蜓寫下歷史 三十五人說我都說還很特別